可问题是 记者的心里面还是有点打鼓 说这会是真的吗 就这么戳几下 那真的比大医院的高科技 他更厉害吗 就在记者半信半疑的时候 诊所里呢 又来新病人了 这次的病人呢 是个小姑娘 名叫小杰 今年呢才六岁 那这小杰得的是什么助力 据说呢很诡异 时不时的就会自己蒙打自己 有点鬼上山的这个感觉 小杰的妈妈呢 也曾经带小杰呢 去过不少大医院 确认这是一种叫做 孤独症的这个疾病 这种病呢不仅罕见 还有一个国际上公认的治疗黄金期 你超过了三岁啊 一般他就没法治好 不幸的是 小杰呢被诊断出这个孤独症的时候呢 年龄啊他已经超过了三岁 各家大医院呢都拿他这病啊 没办法 那最绝望的时候呢 小杰妈妈在网上呢 看到了李世平医生的介绍 独门点穴生功 专制疑难杂症 哎 他就带着这小杰呢来了 而在他们来了以后呢 这李医生啊 他既没有为了小杰耗脉 也没有用听诊器听诊 只是简单的询问了一番病情 看了看这小杰之前的病例报告 他就胸有成竹的 给他们安排了病房 当时啊这记者他站在一边 亲眼看到了李医生接诊的全过程 他就忍不住就问了一句 说李医生 有没有把握呀 哎 人家呢 马上就回了 这么一句话 你选你比较多吧 不叫完全成功 都成功没有这个情形 李医生说呀 说其实啊 他刚刚这话呀 那还有点谦虚了 实际上呢 像小杰这样的孩子 他治一个好一个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下可把记者给震到了 说真的还是假的呀 不会是炒作吧 难道说 此人的医术真的高明到了这样的地步 不行啊 一定得亲眼看看 这点穴神功 他到底是怎么点的 民间神医号称能起死回生 全部治疗 只需轻轻一点 这是炒作 还是确有其事 点穴治病的玄妙 究竟隐藏在哪儿 是内功 还是另有诀窍 经典传奇正在为你 前面说到 湖南省的吉手市啊 有一个李世平神医啊 号称的拥有点穴神功 专制各种疑难达证 那记者查证的时候呢 那是一边采访 一边惊叹 说厉害啊 此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居然可以让每个病人呢 都对他是一脸的崇拜 当时呢 记者的好奇心呢 他就上来 他决定用自己呢 来做个实验 亲身体验一把 李医生的点穴神功 我到这里来 给你找到一个 你看 我 知道了吗 嗯 麻 疼 那这里呢 这太大的区别 对 那区别就大得很了 看啊 用力 这个 那我这里呢 哦 哦 那不你家没得大的区别吗 那我给你手大得区别 哦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我还体会的不是很下心 不是很下心 看啊 一个位置 我们现在在这不动啊 嗯 还能受得了 有点疼 有点疼 嗯 那这样你受得了吗 啊 我受不了了 你受不了了 哎 轻轻一点 又麻又疼 这李医生说了 说这就是点穴 为了证实穴位的存在啊 也为了让大家见证一下 点穴的威力 他不仅给记者点了一回穴 还在采访组的女编导 和这摄像师身上呢 分别试了一把 这女编导说呀 说点穴点在身上啊 能够听到骨头发出的响声 这摄影师说呀 说因为这右肩呢 长期被这摄像机压迫 这右手啊 原本他举不过头顶 可他点过穴后呢 哎 手 他就能抬起来了 看来啊 这李医生所说的点穴 那是确有歧视啊 哎 不管您信不信啊 反正啊 在李医生诊所里呢 所有被他治过的这个病人啊 都觉得这点穴啊 名不虚传 特有效果 打针吗 没打针 没有打针 就是吃药和点穴 就点穴 睡味的时候 你吃什么感觉 很苦 心上好像轻松 手气也好像轻松 那如果是正常人 被李医生这么点一下 那就会又痛又麻 那如果是病人 被李医生点一下 却只会感到轻松和舒服 记者呢 在诊所啊 呆了好些天 亲眼目睹了很多病人的治病过程 发现呢 果然每个被点穴的这病人呢 都是一脸舒服的表情 都说自己的病痛呢 减轻松了 减轻松